嗨,我是陈老师 subscribe了吗? 乖乖地按着个钟仔 哗你呀 上集讲到 我们的思维是万物的起源 这一条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法则 那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则呢? 其他的法则 我也都同过你们讲 事实上 所有的法则 我都同你们讲过 由始至终 我都反反复复地同你们讲 我也都为你们指派了 一个又一个的导师 你们不单止 不去聆听 我派给你们的导师 你们甚至乎 还怒弄了他们 但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会怒弄 我们之间最神圣的人呢? 我们为什么一不是 就会怒弄他们 一不是就会羞辱他们 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反对你们 每个否定我的思维 你们一定要先否定了我 才是会否定你们的自我 我为什么要否定你? 又或者 我为什么要否定我自己? 因为你们恐惧 因为我的承诺 美好度就好像假的一样 因为你们 无法接受 最美好的真相 所以你们只可以自贬身份 去信奉某些宗教 而他们的教导 往往都是恐惧 无能 排斥 而不是我所说的爱 力量 和接纳 你们的心中充满恐惧 你们最怕的是 我最大的承诺 可能是生活最大的谎言 为了令到自己 可以抵御这种恐惧 你们就创造出 你们所可以创造的最大幻想 你们宣称 一切赋予你们神的力量 将神的爱送给你等等的承诺 必定是魔鬼虚假的承诺 你们说 神不会做这样的承诺 所以你们告诉自己 只得魔鬼才会这样做 通过有道 你们去否定神的真实身份 令到你们 不再将神 当成可怕 挑剔 妒忌 忌仇 和严厉的实体之中的实体 假如魔鬼真的存在的话 你们的这种描述 反而更加贴近魔鬼的定义 但你们 就竟然将这些魔鬼的属性 分配给神 以此 来说服你们自己 不要去接受 你们的造物主所许下 神一样的承诺 也都不要去接受 你们自己 就拥有神一样的属性 这些 就是恐惧的力量 我都很想可以消除我的恐惧 你可不可以再跟我讲多些 关于恐惧的法则 第一个法则 就是你可以成为 任何你想成为的人 你可以做 任何你想做的事 你也可以拥有 任何你想拥有的东西 而第二个法则就是 你会吸引 你恐惧的东西 来到你的生活之中 那 那 那就是什么 情绪是一种吸引力 如果你非常之恐惧某一样东西 那你就会在生活之中体验到它 你们认为 比较低级的生命形式 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动物 它们马上可以认识到 你是不是在害怕它 这些动物 它们的行动 比人类更加率真 更加之坚毅 而你们认为 更加低级的生命形式 植物 它们对爱它们的人 远远比那些 不在乎它们的人更加亲近 这一切都并非偶然 宇宙之间并没有偶然 只是得伟大的设计 那些不可思议的说法 情绪是移动的能量 移动能量的时候 你就创造出效应 如果移动足够多的能量 你就可以创造出物质 物质在最合的能量 是四周围移动的能量 是相互碰撞的能量 如果你以特定的方式操控能量 而且操控的时间足够长 你就可以得到物质 每一个大师都明白这个法质 这个就是宇宙的练金术 也是所有生命的秘密 思维是纯粹的能量 你现在所有 曾经有过 或者将来会拥有的每一个思维 都是创造性 你思维的能量永远都不会消灭 永远都不会 离开了你之后 它就会进入宇宙 永远地前进 思维是永恒的 所有的思维都会凝固 所有的思维都会彼此相遇 所以需要多度超乎想象的同样的能量 粘合在一起才会形成物质 而物质又是由纯粹的能量所形成的 所以在实际上 这个也是物质唯一可以形成的方式 能量一旦变成物质 就会长久保持物质的状态 除非它的结构被相反 又或者是相义的能量所打破 这种作用于物质的相义能量 的确可以分解物质 释放出足够的物质原始能量 简单来说 这个就是你们原子弹背后的理论 单凭发现、解释和应用宇宙的这个创造性的秘密来说 你们的爱因斯坦就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 现在你可能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到 那些想法相似的人 为什么可以共同创造他们喜欢的实相呢? 两个又或者两个以上的人 以我的名义联合在一起 在他们思维所想到的这句话的含义 也都会变得更加丰富 当然 如果整个社会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 那通常 很快就会有奇异的事情发生 而这一切 未必全部都是好事 例如 当社会生活在恐惧之中 通常 不是 应该说是一定 是一定会产生 这个社会最可怕的东西 同样地 大型的团体又或者是组织 例如是共同祈祷 联合他们的思维 也都可以产生 很神奇的力量 但我必须澄清的是 不是每一件事都需要很多人 就算是得你一个人 假如 这个人的思维 他的祈祷 祂的希望 祂的心愿 祂的梦想 甚至乎是祂的恐惧 足够惊人的强大 也都可以 靠祂自己产生这样的结果 耶稣经常都这样做 祂明白 怎样可以操控能量和物质 也都知道 怎样去重新安排他们 怎样去重新分配他们 怎样彻底去控制他们 很多大师也都明白这一点 现在 也都有很多人认识到这一点 就在此时此刻 你也都认识到这一点 这一个就是亚当和夏娃 他们共同了解到 关于善和恶的知识 直到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前 你现在认识到的这种生活方式 并不存在 你们拿来代表第一个男人 和第一个女人的这个神话的名字 亚当和夏娃 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体验 你们所谓的亚当的堕落 其实是他的提升 那件事是人类历史里面 最伟大的事件 因为如果没有他 相对的世界就不会存在 亚当和夏娃的行为 并非原罪 反而是最初 最值得慶幸的事情 你们应该衷心地感谢他们 因为 率先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之后 亚当和夏娃就制造了机会 令到人类可以有选择地去做 你们的神话 用坏理形容夏娃 将它描绘为一个档符 率先吃了禁果 也就是所谓的善和恶的知识 接着来 又带着挑逗地邀请亚当去吃 这种神话的铺牌 令到你们从此就将女人 当成是男人的和水 也都造就了各种各样扭曲的现实 当然 还有各种歪曲的性观点 和性困惑 你们怎样才可以 对某一种非常坏的事情 有非常好的感觉呢 你们最恐惧的东西 就折磨得你们最厉害 恐惧 就好像磁铁一样 将恐惧吸引到你的身上 人类所有神圣的经书 你们创造过的所有的宗教信仰 还有宗教传统的经书 都很清楚地记载着这样的建议 不要恐惧 难道你认为 你一切都是出于偶然吗 你一点都只不过 是一些十分之简单的法质 第一 思维是具有创造性的 第二 恐惧会吸引相似的能量 第三 爱 无所不在 什么呀 你这三条法质 好像有点矛盾哦 既然恐惧 会吸引到相似的能量 那爱 又有什么可能 无处不在呀 爱 是终极的实相 它是唯一 是全部 爱的感受 是你对神的体验 在最高的实相之中 爱 是那一道的 现在 过去又或者是未来的全部 当你进入到 绝对领域的时候 你就相当于进入了爱 我创造相对领域的初冲 是体验我的自我 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给你听 相对领域 是被创造出来 去体验的 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我和你们 一起将它设计出来 也将继续地设计它 让我们可以继续地体验 和认识到我们自己 这个相对领域非常之真实 而它最大的功能 就是要这么真实 乃至要真实到令到我们 都认为它的确存在 通过这样的方法 神终于创造了 有别于它自身的其他的东西 也就是有别于绝对领域的相对领域 不过在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一点其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是神 神是太极 是一切万有 在创造太去 又或者是相对领域的这个过程中 我制造了一个环境 在里面 你可以选择变成神 而不是被告知 说你是神 在里面 你可以通过创造的行为 来获得对神的体验 而不是单单了解到 关于神的概念 在里面 阳光之下微弱的灼光 那个最小的灵魂 也都可以认识到 它自己就是光 它自己就是神 而恐惧 就是爱的另外一段 也是最主要的两极之一 当我创造相对领域的时候 我就创造了 我的自我的对立面 如今 你们的生活之中 在物质层面的领域里面 也都只有两样东西存在 一种就是爱 另一种就是恐惧 那些源自于恐惧的思维 将会在这个物质层面上面 制造一半的现象 而那些源自于爱的思维 就会制造另外一半 很多曾经在这个星球上面 行走过的大师 发现了相对世界的这个秘密 并且拒绝承认 这个相对世界的真实性 简单点来说 这些大师 只是选择了爱 在每一秒 每一刻 每一个场合 就算是他们遭到杀害的时候 他们也都爱那些杀他们的人 就算他们在遭到迫害的时候 他们也都爱那些迫害他们的人 这样对你来说 就很难理解 所以就更加不用提 你会访效他们 但是 每一个大师 都的确这样做过 无论奉行哪一种哲学 无论来自哪一个传统 无论信仰哪一个宗教 每一个大师 都的确曾经这样做过 这个例子和教训 曾经十分清楚地摆在你们的面前 再三地 反复地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历经千秋万世 遍布天涯海角 贯穿你们的生命始终 在你们的生命的每个时刻 宇宙都曾经通过一切方法 将这个真相摆在你们的面前 通过歌曲和故事 通过诗词还有舞蹈 通过话语和运动 通过那些懂运动的图着 也就是你们所讲的电影 也都通过话语的回片 也就是你们所讲的书籍 他曾经在最高的山峰上面 被呼喊出来 也都曾经在最低谷的地方 用很微弱的声音数说 这些真相的立喊声 曾经在所有人类体验的走廊里面 里面的回音就是爱 但你们从来都没有想着去听 现在你们又遇到了这本书 再一次向神提起 那个已经问了无数次 也都以无数种方式回答过你们的问题 不过就在这里 就在这本书的文字当中 我将会再一次告诉你 你现在是不是真的愿意去听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去听 你以为是什么原因 蓄使你遇到这本书 是什么都知道 你将它捧在手上 你是不是以为 我不知道 我自己在做什么 宇宙之中并没有偶然 我曾经听到你内心的呼喊 我曾经见到你灵魂的追尘 我知道你有多渴望真相 你曾经痛苦地呼唤它 也曾经很快乐地呼唤它 你无忧止地哀求我 要求我展现我自己 解释我自己 揭示我自己 我现在正在这里这样做着 我用最直白的语言 你无可能会误解 如此简单的言语 你也都无可能会混淆 如此普通的字句 你也都不会在措辞之中迷失 所以 来啦 问我任何问题 无论任何的问题都可以 我将会想办法回答你 我将会动用整个宇宙 来做这件事 所以请谨慎一点 这本书并非我唯一的工具 你可以提出问题 然后放下这本书 但是 你可能要去观察 又或者是聆听一下 下一首 你听到的歌曲 又或者是歌词 下一篇 你随手阅读到的文章里面的信息 又或者下一部 你看到电影里面的情节 下一个 你遇到的人跟你聊天的内容 又或者是下一条河 下一片海洋 下一阵吹过你耳朵的风声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工具 所有的地点我都可以去到 如果你愿意听 我将会跟你说话 如果你愿意邀请我 我将会来找你 到时 我将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令到你看到 听到 感觉到 我一直都在 除了今集的时间 结束之外 第一卷的第一章也完结了 明天会讲第一卷的第二章 敬请大家继续留意 我是陈老师 有空无事看两本书 我们下集再见 记得subscribe like 和share这条片 帮我把view数提上去 我就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更多的节目给大家 感谢观看